朋友们好,我是心修管汤医生 有一位老人60岁 他吃阿斯匹林造成脑出血 于是医生责备家属 为什么血压这么高 还不停用阿斯匹林呢? 这是一位老年患者 今年60岁 由于高血压、关心病 长期在吃阿斯匹林等一些药物进行治疗 平时他血压控制非常的不好 一般都在160毫米铺柱以上 很少看医生进行调整 两天前早上起床上厕所的时候 突然感到头痛、头昏 进而一时丧失 送到医院紧急就诊之后 检查发现有大量的脑出血 在急诊室测量血压 发现血压高达220毫米铺柱 医生询问病史后发现 患者长期血压很高 并且长期都在吃阿斯匹林 并且从来很少到医院就医 我们知道 很多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 都在吃阿斯匹林这个药物 阿斯匹林它能够预防血栓的形成 在预防脑梗刺 冠心病心肌梗刺等方面 有很明确的效果 所以说我们很多的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 都在吃这个药物 但是阿斯匹林它也有很明显的副作用 有的患者因为用药不当造成严重的后果 像我们这位患者 它出现的脑出血 除了和高血压本身有关 这个脑出血还和患者长期吃阿斯匹林 也有直接的关系 根据高血压防治指南指出 如果患者长期的高血压 血压高于150毫米拱柱以上的话 口服阿斯匹林出血的风险 相对来说明显加大 所以建议我们高血压患者 如果长期吃阿斯匹林的话 最好要把你的收缩压 也就是我们说的高压 要控制在150毫米拱柱以下 才相对来说更加安全 我们很多高血压患者只知道吃药 不注重心血管用药的副作用 像我们这位患者 他的教训一定要积取 专科医生要告诉我们患者用药的风险 要提醒患者注意观察 减少药物的副作用的发生